做事硕清的弟兄们 祝福你们 今天是你们的节日 我们很愿意在神的里面 愿上帝就是大大的祝福你们 让你们成为一个 能够祝福家庭 给家庭给你的职场都带去祝福的 这样一文事情 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 是刚刚读过的创世纪的22章1到19节 我想借着父与子的对话 与弟兄姐妹分享 然后在分享之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拣选我们 谢谢你爱我们 也谢谢你一直的都赐下恩典 时刻与我们同行同在 主啊我们 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真的是愿意将一切的尊贵和荣耀 都归给你 因为只有你是配得的 也只有你是我们唯一的倚靠 是独一的真神 主啊你也更是爱我们的阿爸父 所以主我们到你的面前来 我们愿意完全地向你福福和敬拜 我们也愿意将自己的身心灵都在你的面前 来全心地来赞美你 来歌颂你的奇妙作为 主我们一同读了你的话语 主求你亲自地借着我们所读的你的话语 来向我们说话 圣灵求你亲自地在我们中间 引领我们进入到主你的真理里面 让我们不见义人 只见主耶稣基督你在我们中间 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或讲或听 都求你亲自地与我们同行 带领着我们 让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 能讨你的喜悦 耶稣我们谢谢你 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我想问大家 你最近的一次和你的父亲谈话 说话 是什么时候 说了什么话吗 你还记得吗 或者你最近一次跟天父是很亲密的交谈 就是很亲密的祷告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向天父祷告了什么吗 你有没有听见天父向你说了什么话 他又是如何回应你的祷告呢 在创世纪22章1到19节 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 相信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 如果让弟兄姐妹用一个很短的 短语来去形容这个故事的话 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会不约而同的用亚伯拉罕 就是这几个字来去概括这个故事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那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 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父与子的关系 首先是以撒和亚伯拉罕 他是父与子 还有就是耶和华上帝和亚伯拉罕也是父与子 所以在父亲节的这个主日 我就想借着父与子的对话 与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学习我们所读的经文 我们先会看看亚伯拉罕 然后再会看我们这位天父 我想和弟兄姐妹首先来看 对不起这个好像不能够下来 我们先要来看这段经文的一个结构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开场 就是经文的22章第一节的前半段 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了上帝他对亚伯拉罕的吩咐 再接着我们就看到了亚伯拉罕他就起来行动了 他们就到了山脚 然后这里呢他就把仆人留下了 自己带着以撒继续的前往山顶 再接着就是亚伯拉罕跑了坛 要把以撒要杀掉要献祭预备献祭 在紧接着就是上帝的使者来阻止亚伯拉罕献以撒 在最后就是故事的一个结束 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 有两段的就是两个大段的一个对话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话 然后故事的那个结尾也是上帝派遣使者跟亚伯拉罕说话 然后中间呢那个地和地撇呢也是说话 首先是亚伯拉罕跟仆人说的话 再接着是亚伯拉罕和以撒说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的结构里面 我们就看到对话成为了这段经文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分别是四段的对话 手跟尾还有中间的两段 那在这三段的这四段的对话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除了仆人的那个对话 余下的三段都是父与子的一个对话 那我们接着还要再来看一看一个故事的一个整个的发展 就是讲故事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一个 好像一开始到有一个最大的高潮 再到一个冲突得到解决 就是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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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伏 那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会看到 最最惊险最令人关注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刻呢 就是在亚伯拉罕拿刀想要杀以撒的那个时刻 所以就是在那个最顶峰 在这个最顶峰呢 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按照上帝的吩咐 想要拿刀杀以撒 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差派使者 阻止了亚伯拉罕的这个举动 这是一个最高潮 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转折点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故事呢 也就是一个起因 就是在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故事的一个发展 就是神要亚伯拉罕将他所爱的那个孩子献给他 那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故事的一个结果 就是亚伯拉罕是以公牛来代替以撒 献为番祭 然后就是上帝拍遣使者来祝福亚伯拉罕 然后亚伯拉罕就回到家中 所以整个故事其实是有一个开始到有一个高潮 再到结束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起伏 那在这里我们也会很清楚的看到 在最先的这个第一个那个部分 就构成了我们整段经文的一个背景 就是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是22章的第一节前半段 那这事以后 这些事以后 这些事是指什么事情呢 如果弟兄姐妹是有那个圣经的话 其实番纸制的圣经会更加方便 需要往前看一张 就是21章的经文 我们会看到创世纪的21章 其实就构成了整个22章的这三个字 这些事 是指三件事 一个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 以撒出生了 按照上帝的应许出生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以时玛丽不能够承受那个产业 所以他被赶出去了 然后第三件事情是 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在别世巴立约 等一下我就会告诉大家 里面的那个连贯性 然后经文还说 以后 这些是以后 那以后是多久的时间呢 我们其实在经文当中 我们所读的经文22章的第五节和第十二节 我们会看到经文用一个词来去形容以撒 说他是童子 我们可能条件反射就会认为 那个以撒应该还是一个小朋友 是要特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但事实上呢 我们透过经文其实会发现 那个时候的以撒不是儿童了 他其实应该是十几岁的一个少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会看到 首先在经文当中 亚伯拉罕是把献祭的柴 让以撒来背 对吧 那你看献番祭是要 把那个祭物完全的烧掉 所以所需要的柴是不少的 那一个孩子可以背那么重的柴 可见他身体应该是比较结实 比较强壮的 然后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 创世纪的37章 这里面有提到什么呢 提到约瑟17岁的时候 圣经也是用童子来去形容他 所以我们就猜测说 以撒应该是十几岁的一个少年了 或者讲青年都是可以了 那所以这里的以后是多久呢 我们可以算得到 在以撒断奶之后 十几年 也就是亚伯拉罕 应该是110几岁的时候 然后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在创世纪里面 只要出现这些事以后 就是这个词 我们就会看到意味着 会有大事情发生了 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要领导 就是在创世纪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背景 然后第二个 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有留意到 我们读一些圣经故事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上帝视角的 就是那个第三视角 圣经的作者让我们有看见那些 在故事里面最主要的人物角色 他看不见的一些部分 他的心理变化什么 他都全部写出来让我们知道 那所以圣经其实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就是说这件事情是 是一个有惊无险的事情 神并不是真的想要亚伯拉罕 把以撒要杀掉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一开始就看到了结局 就是一节的经文 从你就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一个结局了一样 但是我们要知道 对亚伯拉罕来说 他是看不见我们那么多的事情的 所以对他来讲其实很像什么呢 很像上帝给了亚伯拉罕一张考试卷 看看亚伯拉罕会是怎样回答 所以这个是试验的意思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提到试验 就马上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试探 我只很简单的来做一个补充 我们需要留意到试探和试验 有一个最本质的差别 就是来源 试验是来自于神 而试探不是出于神 是出于魔鬼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目的 神透过试验是要建造 那个被试验的人 他的生命 而撒旦他如果试探人 他要的是毁灭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特别留意的 然后我们也需要留意 圣经当中只有这个故事 是上帝试验一个人 其实圣经的整个记载 神都是在考验一个团体 特别是以色列民 所以很少 整本圣经都只有这一个案例 一个个案 就是神试验一个人 就是亚伯拉罕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 这段经文里面留意的 好 现在亚伯拉罕的考试开始了 神呼叫亚伯拉罕 说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 上帝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只是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番祭 那亚伯拉罕 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对亚伯拉罕来说 他将要失去以撒 上帝有没有讲错话 亚伯拉罕有没有听错 难道上帝他不知道 以撒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吗 我们首先要来看看 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说 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要连贯 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些事以后了 大家可以看到 亚伯拉罕的一生 圣经记载了 他从75岁到175岁 然后分别发生了一些事情 有标数字的都是 圣经当中很具体的说明 亚伯拉罕是几岁 然后经历了什么事情 我就不详细说了 好 那我们需要留意到的一个时间点在哪里呢 恰恰是圣经没有很详细记载 亚伯拉罕的年纪的时候 第一个是创世纪的15章 就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 我们估算就是在亚伯拉罕75岁到86岁之间 那今天所读的经文呢 就是应该是在亚伯拉罕105岁到125岁之间 就是在在中间的那个那个画起来的那个范围 那我们要知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在他75岁到86岁之间 立约里面就有很大的部分在谈什么 在谈后一 那我们也会发现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曾经向上帝抱怨说 他说我都没有自己的孩子来继承家业 那你赐给我那么多的家业福分有什么用呢 而且他说继承我家业的是我家的仆人 然后神说不要从你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裔 来继承这些家业 那在创世纪的15章到16章中间 隔了多久我们也不知道 那至少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 萨拉等不住了 所以他才要下甲给亚伯拉罕 然后生了伊什玛丽 那我们就只是从伊什玛丽的出生来开始算 就是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开始算 到以萨的出生我们都就能够知道 至少亚伯拉罕等以萨出生是等了14年的时间 对吧 然后他再用十几年的时间把以萨 抚养成人 然后这里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本来是有两个孩子 但是神 但是萨拉看到伊什玛丽的时候 然后家里的一些矛盾 就要把伊什玛丽跟夏甲赶走 所以本来两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孩子 然后现在神说要将以萨献给他 所以你能够看得到要对亚伯拉罕来讲 以萨真的是可以说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命根子 就他所有的一切都聚焦在以萨的一个身上 那神难道不知道以萨的重要性吗 以萨对亚伯拉罕的重要性吗 神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 他用了三个定语来去形容以萨 是神说的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萨 我们如果只看头一个你的儿子 那还是有两个可能性吗 对吧 一个是伊什玛丽 一个是以萨 但是到第二个条件 说你独生的儿子的时候 而且是你所爱的 好了 一定是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以萨 所以神其实是很清楚 以萨对于亚伯拉罕来说 是意味着什么的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因为神很清楚 所以神向亚伯拉罕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对亚伯拉罕来讲 失去以萨 其实就意味着失去了所有得救的盼望 那上帝与他的立约 其实对他来讲 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神为什么会这样做 等一下我们才会详细地去谈 那我们看到的是 以萨这样重要 然后上帝的命令又这样清晰 那亚伯拉罕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其实非常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跟 是不是跟我一样 很好奇 亚伯拉罕是怎么想的 他有没有问上帝问题说 为什么 他有没有跟神去争取 以萨的那个活命的机会 我们会发现 圣经的作者很有趣 他没有记载 他只记载了什么呢 只记载了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话 呼叫他的时候 他回应说我在这里 然后就没有记载 亚伯拉罕的回应了 我们只有从后面 亚伯拉罕的一些举动当中 知道他对上帝的回答 就是他听从 他顺服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沉默的 一个父亲的一个形象 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亚伯拉罕 本身性格的这样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 首先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创世纪的十五章 我们看到上帝他面对上帝 对他的祝福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向神提出抱怨 说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的人 就是我的后子 你看他是对上帝说话 是会做回应 会抱怨 会提出质疑的 在十七章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见 他的心里的一些变化 当神差派使者 对亚伯拉罕说 你明年这个时候 会有生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看亚伯拉罕的回复 他说 他他伏伏在地喜笑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然后我们又在 创世纪的十八章里面 看见了他为所多玛的这个 一次又一次的 与上帝讨价还价 与上帝力争 从五十个艺人 到四十五个 到四十个 再到三十个 最后到十个 你能看得到正常情况下 亚伯拉罕他的形象 他面对上帝 与他说话的时候 他通常都是如何回应的 可是 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却发现 圣经没有记载 亚伯拉罕 他对上帝的吩咐 有什么样的回应 他有没有说话 他内心的活动是怎样的 我们不知道 圣经也没有记载 他如何跟萨拉 跟以萨说话 然后对仆人吩咐 然后带着仆人跟以萨 出发去献祭 圣经也没有记载 从加里到摩利亚山 至少是两天的时间里面 亚伯拉罕和仆人 和以萨 有没有说话 其实我们猜测一定是会说话的 因为两天的时间 必然涉及要吃饭 要睡觉 你不可能一起同行的人 没有一点点的交流 但是圣经没有记载 然后圣经也没有记载 当亚伯拉罕拿刀 要杀以萨的时候 上帝的使者突然出现 亚伯拉罕和以萨 有什么样的反应 圣经没有记载 所以我们发现 圣经的作者 用了很多的流白 给了我们 一个 好像可以再细想多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我们看不到亚伯拉罕的 一个内心世界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沉默的一个父亲 可是我们 如果真的用心去体会 我们会发现 沉默的背后 其实就是 作为父亲 要失去 挚爱 独生儿子的一个痛苦 我们可以看 圣经当中的两节经文 讲到亚伯拉罕的举动 22章的第三节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背上驴 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儿子以萨 也披好了 翻记的柴 就起身往神 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然后第九节 他们到了神 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 筑坛 把柴 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萨 放在坛上 我们 从这两节经文 看到亚伯拉罕的 一系列举动 他起来 他背上驴 然后带着 然后劈柴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想到 亚伯拉罕完全不需要 自己劈柴的 他家里有很多的仆人 可是这个翻记的柴 却是亚伯拉罕 自己劈的 他为什么自己去劈柴 然后 他起身往神 所指示的地方去了 然后在后面 他又是一系列的举动 筑坛 摆那个柴 然后捆绑 然后把亚伯 把以萨放在那个坛上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伸手 在第十节 是拿刀那个伸手 所以我们在这里 从一个第三视角的角度 看见亚伯拉罕的一个顺服 他的一个听从 但是 如果我们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我们会发现 父亲的那种艰难和痛苦 因为他每做一个举动的时候 都意味着 他失去他的爱子的时间 更近了 他每做一个举动的时候 他失去 就距离他失去 他所爱的孩子 以萨 更近了 所以痛苦就成为了 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一个 好像一个必须要付的一个代价 我们去医院的时候 如果你身上有一些疼痛 去看医生 我们会看到 通常医生有些会给你一个 一张表格 从零到十二 那个疼痛指数 数字不断地加强 就意味着那个痛在不断地在加深 是你可能难以承受 那我觉得 亚伯拉罕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就像是 那个医院的那个疼痛指数 从一开始零 到一 到二 到三 到最后 达到顶峰的时候 就是拿刀要亲手杀自己儿子的时候 他的痛其实是 到达了那个十二 是他难以承受 可是他却还是这样做 所以在亚伯拉罕拿刀 要杀他儿子的时候 其实就 那个时刻就凝结了 上帝的眼光 我们这些人的眼光 还有上帝的使者 全都关注的那个时刻 亚伯拉罕的痛也就达到了顶峰 在那个时候 神就拆派了他的使者过来 来去阻止 那我们其实可以想得到 如果让大家好像画一幅画 画亚伯拉罕在 要拿刀杀以撒的那个时候 你觉得亚伯拉罕的那个表情 应该会是怎样的呢 荷兰的画家叫 林布兰 他在1935年 画了一幅画叫 亚伯拉罕与以撒 然后现在这幅画就存在 那个大英博物馆里面 我们留意 亚伯拉罕的那个表情 我们其实从这幅画里面会看到 亚伯拉罕的那个眼神 其实是很忧郁的 他充满着疑惑 甚至有一些不知所措 他甚至是有一些不知所措 在他面对 这里是神的使者过来制止他 拉住他的那个手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亚伯拉罕 他其实是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要他先以撒 但是他却做了 所以我们要如何理解 亚伯拉罕的沉默 以及他对上帝吩咐的这种尊崇呢 我们要知道的是 亚伯拉罕 他的一生其实就充满着 非常非常多 上帝与他说话的一生 我梳理了其中的 比较重要的一些 上帝与亚伯拉罕说话的一些经文 其实我们会看到 神说话对亚伯拉罕来讲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他就不断地 在他人生的不同境遇当中 听到上帝向他说话 而我们所读的经文 亚伯拉罕听到上帝将他 吩咐他将以撒献上的时候 他也很清楚这是神对他的吩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前面我们在看话跟读经文的时候 其实圣经有刻意做一些区分 让我们留意到 在经文的一开始 上帝圣经的记载是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然后跟他说话 但是当亚伯拉罕拿刀 要杀以撒的时候 是谁来啊 是上帝的使者 是神派使者 为什么前面说话是 神亲自说 后面是上帝的使者 来传递那个消息呢 其实这里面就是 圣经作者让我们知道 是上帝亲自跟亚伯拉罕说话 就是保证了 这个信息不是来自于其他 也没有传错 是准确无误的 是直接的 是直接来自于上帝的 所以这对于亚伯拉罕来讲 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确据 或者说是一个他 促使他顺服的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因素 就是他知道 虽然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 甚至他也想不明白 很困惑的一个吩咐和决定 但是他知道 这个吩咐是来自于上帝 是来自于那位 带领他出乌尔 带领他出哈兰 带领他经过饥荒 也带领他打赢圣仗 救了执尔罗德一家 也是不断地在主动 赐福他产业 赐福他孩子的那位上帝 所以就是因为 他很清楚这是上帝所讲的 他能分辨得出 他能听得到上帝的声音 所以他做了 这是我们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我们在西伯来书的十一章 十七到第十九节里面 会看到 亚伯拉罕 他之所以愿意把以撒献上顺服 还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原因 就是他有盼望 在新闻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他对仆人先说的话 他说他要跟以撒 还要回来的 去那边山上拜一拜 我们都会回来的 然后他 对以撒对他的问话说 活与柴都有了 那番祭的羊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番祭的羊羔 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得到 亚伯拉罕是有盼望的 他相信他和以撒还一定会回来 他也相信上帝会预备献祭的那个羊羔 虽然他知道他是要将以撒献上 那西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 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亚伯拉罕他有个相信 他相信这位上帝一定会叫人死而复活 所以他相信哪怕 其实他应该没有那个哪怕 就是他相信他把以撒杀死 献为番祭给上帝 上帝仍然有大能 可以将以撒从死里复活 而他的沉默意味着 他作为父亲 他要失去他的孩子 他是一样是痛苦的 所以他有盼望并不意味着 作为父亲是不痛苦 所以亲爱的长辈兄姐妹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父亲 他在面对上帝的吩咐 以及他在面对失去他最爱的孩子 那个中间的那种挣扎和不容易 圣经就用了沉默来去描写 那在千军一发的那个时刻 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使者出来说话 他说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我们要留意到一开始上帝说话的时候 他只叫了一次亚伯拉罕 但是在这里上帝的使者是连喊两次 意味着这是一个很紧急 很重要的时刻 他要确保亚伯拉罕很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 然后神的使者就说 你一点都不可以杀害以撒 我们听到上帝的使者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不禁就松了一口气 在希伯拉罕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 就是我前面提到好几次的经文 我们看到圣经作者他说 我就读后面的那个部分 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 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 亚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 因此就比喻的意义来说 他的确从死人中得回儿子 所以亚伯拉罕对他来讲 他是失去还是得着了 我们会看到故事的开始是他要失去 可是最后的结局是 他完完全全地得着了以撒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探讨上帝了 这位父神 神是不是出尔反尔 他一开始说要以撒 后面他又阻止亚伯拉罕这样做 那神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还要看来看圣经当中的两处的经文 一处是二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 那在另外一个英文的版本里面 其实他就更具体地说明 他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呢 他要试验一下亚伯拉罕 是不是真正地相信他 然后在二十二章的十八节经文里面 是使者的话 他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得到 上帝向亚伯拉罕给他的那个考卷是将以撒献上 但是实际上上帝要的不是以撒本身 他要的是亚伯拉罕 而且亚伯拉罕他经历信息的那个考验 那个考验是什么呢 考验其实不是那个以撒 考验是看他愿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 来去顺服来去尊崇上帝的命令 所以这和我们平常遇到的一些困难 一些痛苦 其实所带来的那种考验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要稍微有一些留意 所以最后以撒有没有献上 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重点 重点是亚伯拉罕 他愿不愿意把以撒献上 那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他是完全的顺服 他是心里面很痛苦 可是他还是顺服了 所以最后就是他完全的 他的生命完全的被上帝所得着 所以在圣经当中 神的使者对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一个评价 其实也就是神的话 一个是十二 一个是十二节 一个是十六节 还有提到的 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然后十六节 又说你进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 然后后面祝福 那在这里 我们也会留意到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前面我说经文用了三个定语来去形容以撒 但是到后面经文只用了两个定语 挪掉了一个什么 你所爱的 因为整个事情让我们发现 亚伯拉罕他并没有爱以撒胜过爱赐给他以撒的那位上帝 所以圣经就把这个你所爱的以撒 这个就少了 就挪去了 所以亚伯拉罕他就通过了考试 成为了我们所说的 我们提到他就一定会讲到信心之父 信心的伟人 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也会发现 二十二章过后 亚伯拉罕不再成为创世纪 二十二章之后的主角了 主角是谁 是以撒 所以他在他信心最高峰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他就退去了那个主角的那个光环 因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那个信心 最重要的是他所相信的那位上帝 然后上帝只是透过这个故事 让我们这些人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 那么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 我们要问一问自己 神他向我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常常称呼我们的神为我们的主 主嘛 主人 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 是不是真的是上帝在做主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都是周日基督徒 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要来教会要敬拜 那在周一到周六的时候 我们还是基督徒吗 我们有把这些时间给上帝吗 在国内 特别是在我的母会那边 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都说 他们守礼拜 他们去聚会 就是一年守一担 那个挑的那个担子 头跟尾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过年 一个是圣诞节 其实时间靠得很近 然后他有去到教会 他就觉得 今年我去教会聚会的任务完成了 所以守一担 那我们余下的 那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是真的有把我们生命的主权 完全地交给上帝吗 还是我们一周是分成两个部分的 一个部分给上帝 就是礼拜天来教会 只是 其实仔细地算也只是几个小时而已 但是我们会觉得 我是这一天给上帝 然后六天是我自己的 最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神要的是什么 神要的是我们24小时 不论是醒着 不论是睡着 不论是在哪里 在职场 还是在教会 在顺境 还是在逆境当中 不论是我们的身体 还是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神要的是我们 完完全全的属于他 你是真正的 是属上帝的人 所以来教会敬拜 来参加我们的小组 我们不是到上帝的面前 向上帝要东西 我们希望神给我们更多的赐福 我们想要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恩典 其实不是的 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敬拜 来向上帝表示说 神啊 我是要来向你献上感谢的 我是要以感谢赞美为祭物 来献给你 来尊崇你 因为你是我的神 我是属你的人 所以在信约里面用一个词 大家非常熟悉的来去形容 就是活祭 我们都是祭物 是应该要死的 但是我们又是活的 所以最关键的是 你在为谁而活 我们的一举一动 是不是带着上帝的印记 成为福音的见证 所以亲爱的长辈 弟兄姐妹 你愿意付代价 去遵行神的吩咐吗 你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 完完全全地交给上帝吗 在圣经当中 我们还会看到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记载 就是我们对比 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22章的1到第19节 其实把它分一个段 1到9节分一个段 再把11节到19节 分成第二个部分 其实我们会发现 是有重复的地方的 那个重复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相对应的 第一节到第12节 我就不具体说了 但是我们会看到什么 看见的是 是故事的一开始 是上帝给亚伯拉罕试卷 但最后给答案的 给那个试卷 来写上答案的是谁 也是上帝 并不是亚伯拉罕给 给了一个答案 是上帝给了一个答案 正如亚伯拉罕所相信的一样 他说 我儿 神必自己预备 做番祭的羊刀 所以他就真实地 惊艳到了 耶和华 以乐 以乐的意思 其实就是看见 然后 耶和华 以乐 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 那个预备就是看见 以致得到 以致经历 所以亚伯拉罕因为相信 所以看见 神就预备了一只 公羊来去代替以撒 献为番祭 所以在耶和华的身上 必有预备 对亚伯拉罕来讲 他其实是在不断地经历失去 他先是失去 以死玛利 后是失去 以撒 但最终我们会发现 他并没有真正地 失去他的儿子 反而是得着他的儿子 然后在经文的后半部分 我们还看到 上帝还大大的 赐福亚伯拉罕 所以我们这位神 他是耶和华以乐 他是丰丰富富 赏赐给我们的神 那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留意到 在亚伯拉罕先以撒这个故事 多年以后的一天 另外一位父亲 他失去了他的儿子 是他独生的儿子 是他所爱的儿子 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呼喊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 这位父神 他沉默了 这一次神没有用 一只公羊来去代替 他也没有派他的使者 来阻止 哪怕那些经过的人 在计较 摇着头说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可是这一次 没有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一样 有发生很特别的事情 神可以 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 上帝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 他背负了我们的罪 但也向我们显明 这位父神的爱 上帝说 以色应该要死的 然后上帝提供了一只羊 这只羊就代替以色死了 所以上帝拯救了以色 上帝也说我们必须死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罪的公家就是死 他提供了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 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 所以神拯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 就在于苦难和死亡 所带来的那个复活与改变 神收取的东西 他以自己来代替 父神他失去了他的爱子 所以他懂得我们在面对失去的时候 那些痛苦 我们失去至亲至爱的时候 我们所经历的心痛心碎 他也明白我们在面对苦难 痛苦疾病 各方面的那些无助和 和焦虑和无奈 但是 神收取的东西 他以自己来代替 不但如此 神还要给我们盼望 因为在 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更新 我们这些相信的人 包括我们 已经离世的 至亲至爱 我们都要经历复活 我们要经历团聚 而且那个时候 不再有疾病 不再有痛苦 所以亲爱的长辈 各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难过 孤单 焦虑 压力 重担迷茫的时候 请记得 接天父上帝打来的电话 神不是在 等我们给他打电话 不 神是一直在 给我们打电话 只要你接听 神愿意 陪伴我们一起走过 死盈盈的幽谷 天父愿意 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是 他深深被爱着的孩子 罗马书的八章 三十二节 还有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说 弟兄姐妹可以同 我一起来念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惜 所有人把他交出去 又怎会把一切连同他一切 施恩赐给我们呢 又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 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一不负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这如经上记者 为你的缘故 我们终日被杀 被视为带宰的羊 不 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 因为身性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灵界的首领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灵界的能者 是高天 是深渊 还是任何别的受造物 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分离 这爱就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所以愿神成为我们的帮助 也成为我们的力量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断地奔向 奔向这位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何等奇妙伟大的爱 是你 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 主啊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高山低谷 你也都明了 主啊 你时刻与我们同行 因为没有任何的因素 任何的困难可以拦阻你对我们的爱 也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拦阻我们奔向你 因为主你已经拆遣了圣灵 来到我们的里面 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愿你吸引我们 让我们就快跑地来跟随你 来回应你的爱 来以爱 来回应你 主啊 我们谢谢和赞美你 愿你的爱时时刻刻住在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 也愿我们信心的仰望 我们都可以经历到耶和华一乐 因为耶和华你是必有预备的神 谢谢和赞美主 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